日前佛光山祖庭宜新大爵寺 举办的佛光山2023大陆曲首届功德主会议 其中的晚宴环节 我们来看到的是晚宴上有赞颂曲 二胡演奏以及戏曲变连等演出 让晚宴相当的精彩 而大爵寺的信徒总代表刘昭明也出席致词 整场活动在乐声和表演声当中圆满 而晚宴除了佳妖美食之外 也有义工组成的团队带来的歌颂伟大师父 及师父送两首曲目 听着温暖又感人 而人间佛教的传承 年轻人的推波助燃不可少 大爵优世代青年所带来的佛教青年歌声 及佛教靠舞我展现对自我发心的愿意 佛教华洛 佛教华洛 神秀道一方我 其身一方 一小人我 如一家 在修一世代青年所带来的佛教华洛 这些的功德祖会我想我们来到大哲室 尤其是我们师父善人的这个主题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在这里大家互相结缘 恭喜我们在座的功德祖 那么里面真的是人间的菩萨 那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在座的各位功德祖 那么你们不管在哪里不管在哪一个稻草 那我们大家一起互持稻草 互持佛华生三宝 而在大陆区首次举办的功德祖会议晚宴 当然也请到中华文化的特色演出 包含二胡变脸戏戏马 可是让晚宴上的贵宾拍手叫好 结幕志愿者! 组一下子动作 热역努情吹笑 热雨朦朗 众法师上台演唱《云湖》之歌 展现对幸运大师的想念 晚宴表演精彩 接续多个演出之后 逐渐迎来尾声 全体法师也带领贵宾大众 齐声演唱《佛光四聚记》 整场晚宴中 仿佛大众就坦阳在悠扬的月声中 迎来圆满的晚宴结尾 任务卫视张育成 政定家梁海瑶 江苏宜新采访报道